你滿意台灣的勞工權嗎? 我覺得一般吧 各方面啊 薪資啊 或者是勞動的條件 我覺得一般 應該沒有人會滿意吧 有一些不滿意 就是80%的財富都展廣在20%的人身上 就有一點不公平 跟其他國家相比的話啦 我覺得台灣的勞工環境其實算是不錯了 還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啊 例如就好像華航罷工的工時 他們的工作時數 現在長榮的罷工 很多都是因為壓榨勞工政策上的不足導致的 如果用罷工的方式來爭取我們自己的權利 你覺得會有幫助嗎? 我覺得當然是有啦 可是要看說他們提出來的訴求是什麼 以看新聞來講的話 感覺老闆會對他們有壓力 會製造壓力給他們 那也要看上面是不是麻木不忍 對不對 有沒有幫助 多多少少有吧 可能可以爭取到 可是可能對民眾對他們的觀感也有些不好的地方 勞工罷工這種突擊性也是一種 算是必要吧 就是給資方一點就威脅 至少資方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就是他們如果他們有良心的話 他們會想辦法改變這件事情 罷工需不需要先提前告知大家 應該要吧 要吧 我覺得需要不然印象很大 要吧 因為大家都要做 可是假如那一天突然沒有 那會讓你們守出無措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當然需要 因為這個是跟大家的權益有關係 我覺得不要 預告期本身對於做罷工這件事情的人而言 是沒有意義的啊 就是我的罷工就是 我的訴求要靠罷工才能達到的話 就不需要做預告期間的事情 提前通知應該是需要 不然的話有些已經訂票了 或者是有排行程的 就會剛好被卡到 我覺得是不需要 因為罷工本來就是應有的權利 對啊 他們如果有投票表決的話 我是覺得在合理的時程內 他們就是是還好 那你覺得要幾天才夠嗎 應該 半個月也是可以 起碼要一個禮拜以上 兩三天就可以 前一個月吧 我覺得 一兩天就差不多了 十天我覺得還有點短 那要幾天 可能至少要一個月吧 嗯 就是至少讓人有個預備 因為其實 他們只要一罷工的話 就還滿常會 就整個交通癱瘓的感覺 其實新聞上大家都有 就是投票就是罷工的日期 如果大家都關注的話 其實在投票合法罷工之後 他任何的時間點罷工 我覺得對程克來講都是OK的 BGM C butto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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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